国会下个星期一解冻公共账目委员会首要任务 就是继续召开50亿疫苗计划的听证会 已经锁定科医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家总会祭司共证 完整的报告估计11月或12月出炉 另一方面 下议院副议长拿都斯里·阿沙利娜点名 总检察长出席国会特别会议 亲自为紧急状态排以解惑 国会下议院五天后召开特别会议 休眠半年的公共账目委员会摩掌擦拳 确定重开今年1月启动的新冠疫苗采购及应用听证会 而且这次聆讯会更加具细迷移 公账会主席黄家和今天预告 下个星期二 他们将会再次传照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 盘问疫苗相关课题 隔天则是财政部长拿都斯里·东姑扎鲁 以及国家总会计司拿都耶古穆斯达法轮番上阵 到时听证会将聚焦三个角度 第一 在1月的时候呢 整个疫苗接种计划的这个耗费是大概在30亿零级 3 billion 但是在大概三四月的这个时候呢 首相物优丁就把整个的这个预算提升到50亿零级 那个是第一点 而第二点呢就是这50亿零级的钱从哪里来呢 而第三点呢其实我们也十分的关注 就是关于这个Farma Niaga和在这个Sinovac 科兴疫苗这方面的这个安排 黄家河透露 公证会则定从下个星期一召开会议 直到下个月四号 期间不排除将传照本地药剂公司Farma的负责人 政府承认动用国家信托基金50亿令吉 应付采购疫苗和举行计划的开销招来抨击 也是行动党以保东区国会议员的黄家河表示 基于这半年的紧急状态期间 疫苗采购事物日新月异 不能和医院的情况同日而语 政府有必要详细交代 除了疫苗采购 公众会之后也会调查在国阵时期 国防部耗资90亿令吉订购六艘战舰 却迟迟没有收获的争议 时任国防部长拿督斯里安莫扎西 以及黄家海军首长 丹斯里阿都阿兹等人将被传召 驻查国防部这宗最大笔交易 另一方面 紧急状态相关事项列入了国会特别会议一重 但是该由谁来出面说明 下议院副议长拿督斯里阿沙利纳另有人选 那就是总检察长丹斯里伊德鲁斯哈伦 他今天在文告中表明 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总检察长需要出席国会会议答询 但是总检察长是国家元首 及内阁的首席法律顾问 无疑是亲自为国会议员排遗解惑 证明紧急状态条例合理性的不二人选 不应该由第三方在国会代替回答 这样才能消除总检察长行为 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的疑虑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